手练盘点医护用品 仔细检查处诊设备 具有11年资历的护理师庄助员 在桃园机场的医疗中心 用专业和沉着冷静 面对紧急的救护勤务 有时候飞机突然会紧急降落 飞机上有旅客身体不适 机师他就会联络塔台 会有人通知我们 接到电话10分钟之内 一定要到达现场 疫情升温期间 在国门第一线的桃园机场 庄助员谨守护理专业 成功拦截国际确诊个案 后送就诊 有效降低机舱感染的风险 当时疫情开始严峻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就不敢靠近他 我就是也是要穿着防护衣 就是在旁边等待 等到就是长官的指示 说病人可以入境的话 我们就把他带回入境 在机场服务20年 负责救护车驾驶的邮静昌 进修取得紧急救护专业证照 与医疗团队并肩合作 争取抢救病患的黄金时间 如果说需要转诊 还是需要紧急后送到医院去的话 我们就是可以马上地帮他解决 这是我们最大的成就感 不同于医疗院所 是在封闭的环境完成任务 机场医护人员不只需要 要在时间压力之下处理疾病伤患 更需要兼顾机场安全 机场非常的大 至少要半年以上你才摸得清楚方向感 救护车要开上滑行道的时候 你要非常的小心飞机是最大的 因为机上太多人了 不管你有出什么紧急任务 飞行器还是摆在第一位 无论旅客出境 入境或转机 桃园机场医疗中心提供全方位的国际护理服务 为旅客创造美好又安全的飞航体验 感谢观看